都知道前氧和后氧数据能不能判断混合气息浓 但如果两个数据都不准确 又该信谁的呢 今天小师妹以宝马车为例 教大家一招判断谁在说谎 宝马上场前氧电压为1.5V或2V 高于1.5V或2V混合气息 低于1.5V或2V混合气浓 后氧电压在0.7V到0.8V之间 高于0.8V混合气浓 低于0.6V混合气息 在读数据流时遇到过一种情况 就是后氧电压在0.1V到0.8V之间不断跳变 但前氧的数据在2V保持不变 怎么看得出来是前氧还是后氧的问题呢 有一个方法 拔掉前氧再读数据流 如果后氧数据依然在跳变 则说明是后氧或者是三氧催化有问题 如果后氧数据固定不变 那就考虑是前氧传感器有问题 原因就是前氧传感器信号会对喷油量产生影响 拔掉前氧之后会进入开环控制 短期燃油修正不参与工作 系统会正常数据喷油 这时候不管实际试浓还是吸 后氧都应该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 后氧如果还在跳变 说明后氧信号有问题或者三氧催化损坏了 如果后氧数据固定在一个偏浓或偏细的值 说明前氧信号有问题 导致发动机一直在根据它的信号调整喷油量 这个道理兄弟们能明白吗 当然判断前后氧传感器是否老化损坏 还有其他方法 这道兄弟不妨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呢 旺子 cer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